好 那我们现在再看这一题 这一题509为什么我举这个题目 是因为啊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其实有讲到 某个圆弧和一个已知远或是直线 某个圆弧和一个已知远或直线相切 可是刚才讲到的全部都是圆弧 都是和圆弧相切 也根本就没有和直线相切过 对 所以刚好这一题有 这个某个圆弧 某个圆弧 它和这一条直线相切 然后呢 该圆弧的圆形落在某一条已知性上 这个圆弧的圆形落在某一条 这个是已知的哦 这个已知是已知上这样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画源了 但是啊 不确定这个圆形点落在该形的哪个点 对啊 我不知道它落在哪个点 所以 有提示缘的半径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试试看 好 就是啊 这个材料给我们 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 就是啊 请于下方画出一个 请于下方画出那个R等于25的圆弧 有没有 以至该圆的圆形在绿色线段往下多少 65的地方 就是该圆的圆形在绿色线段往下65的地方 然后呢 还有直线段呢 直线段呢 往左25的地方 好 那这个交汇点就是我们要的 好 我们来试一下好了 你看哦 呃 我们先哦 试看看 偏移欧 以至该圆形在绿色线的下方65 所以偏移欧的距离打多少 65 Enter 选它往下 那这个地方哦 与指色线段距离25嘛 所以我们再来一次 好 空白线重复上绿色线 这次打多少 25Enter 选它往左 好 这两者的交汇点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打25 因为 为什么要打25 因为和这条线相切嘛 所以我们直接打25啊 其实就直接撞它垂直点了 一样啊 就是这一个 这就是我们要的 好 如果说你成功的话 就到这边结束